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主持人小宇 近年来中国基建的发展速度和实力让世界惊叹 尤其是高铁 印度的网友曾经这样评价 中国在基础建设方面的实力真是让人无话可说 要知道印度斥资170亿美元才建了500公里的高铁 而中国高铁的总里程即将突破3万公里 而且敢于挑战各种高南地势 像从大理到瑞丽的大瑞铁路 沿途经过大河峭壁高山 被称为当今世界上最难修的铁路 今天我们的记者再次带您走进大瑞铁路 去看一座在怒江上架起的 世界跨度最大的铁路拱桥 年轻的建设者们是如何在悬崖峭壁间 架起这座世界级大桥的呢 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高黎贡山坐落于中国西南部 是著名的喀斯特地貌发育带 怒江大峡谷就位于山脉之中 一网湍急的江水把两地隔绝开了 当地居民与外界互通往来 只能通过崎岖又颠簸的史迪威公路 这里是云南宝山师殿县的大平子村 邹国中正在自家的香蕉地里卖香蕉 为了照顾一家老小 以前京城外出武功的邹国中回到了家乡 他把村民贤迹的土地租了下来 种了50亩香蕉 但是香蕉丰收了 邹国中却发愁了 路途远运费高 他只能等着商贩们上门来收 可这样香蕉根本卖不上价钱 这边交通就是一把就是这些二级路嘛 都是拉到宝山拉到下滚去 以后往外消也消不了 都要拉到外面去那个运输的途中太长了 这个现在不能那么长时间 在路上在运输啊 卖的价格怎么样 两块多一点两块一亿 这样的预测大概三公斤左右 六个的话是可能四百左右啊 不过从2014年起 邹国中有了盼头 就在他们家门前的两座山头上 发生了一件大事 每天路过 邹国中都要停下脚步 拍几张照片 路过都会照一下 很喜欢这个桥啊 这心情很激动啊 就是老是老在期待 就是咋还进不好啊 听你这样想 手机率有好多啊 我给你看了 这个桥像彩虹一样 它比下雨的时候更美 远无聊着的那种 手机率有好多 就这里上最漂亮啊 特别这个 这个最美啊 像到彩虹一样 有点十一吧 这个 原来走过中门前 被怒江峡谷隔开的山头上 架起了一座宛如彩虹般的 铁路拱桥 将来大类铁路将通过这座桥 延伸向中国的边境城市瑞丽 大瑞铁路一旦通车 从昆明到瑞丽 只用四个小时 获运能力也将达到一千两百万吨 运输成本能降低将近一半 这给邹国中带来了新的希望 就是期待这个桥干净 均好我们要去旅游 要把那个我们的农产品 全部往外消出去 想到远啊 想到往北京上海 那些大城市就往那边去消 走到全国各地 甚至到全世界啊 邹国中兴奋地向我们展示 大桥从诞生到河龙那天 他拍摄的所有照片 当他和附近的居民都期待着 家门口的铁路早日通车时 他或许无法想象 这座大桥的建设者们 正解决着一个又一个 世界级的建桥难题 眼前的这座特大铁路桥 横跨在陆江之上 是世界跨度最大的四线铁路 单跨上乘提栏钢横滚桥桥 总共要用四万六千吨的缸 这些缸能造6.5座 巴黎埃菲尔铁塔 在世界上 铁路领域是跨度最大的 有四百九十米 因为现在在铁路 这种重在铁路下 有这么多 还是咱们是世界第一跨度的 铁路拱桥 而且是在铁路上面 是四线车站 这也是在世界上很少的 从宿舍到大桥施工现场 直线距离不到三百米 但一走就要将近半小时 山高坡斗 这正是田波来这里建桥 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作为一名年轻的巴黎后总工 这是他负责建设的第三座大桥 可怒江两岸 恶劣的施工环境 却是他从未经历过的 它的旧机后没有直路 想找到一百米的笔直的道路 几乎是没有的 所以的话这样 给我们这个改建的运输 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在拱桥的钢横梁上行走 我们并没有看到 尺寸特别大的钢构建 却看到了密密麻麻的螺栓 因为怒江两岸的特殊地形 填波他们想出了一套 画整围林 在画林围整的创新思路 施工杆建 在七十公里外进行加工 将杆建一尊为二 再用板车翻越两千米高山 穿过重重弯道 到达施工现场 最后用螺栓将杆建 如同搭积木般重新拼建 截至目前 他们已经用了八十万套螺栓 当物资顺利运了进来 进入施工阶段时 问题又来了 由于地处高烈度地震弹 不仅用钢量巨大 更要满足施工时的稳固 与合理受力 而桥下是木江峡谷 两边是大山 显然没有建支架和转移的空间 我们只能对它进行悬拼 就是将它这个悬臂拼装 然后达到这个跨重河楼 最终只能在空中进行吊装衔建 然而当悬拼装置拦锁掉 将杆件一节节吊起 拼好 上百吨的杆件 由于自重 会产生形变下沉 大桥两边如何克服自重 双向对称 最终实现精准合拢呢 但是我们的话 就是采取这个扣锁 把它拉住 把它拉住 避免它往下沉 类似于咱们人民挑这个扁担 就是前面我要在这个拱圈悬臂的时候 怎么保证它的伪定 我就像一个水桶一样 我放到这里 怎么让它在空中可以悬着 它是一个伪定状态 我就一个是需要 首先需要扁担 带扁担的人 还有后面的一个水桶 给它这个达到一个平衡状态 斜拉扣挂系统的扁担原理 听上去不难理解 然而用多少钢脚线 以什么角度 才可以平衡如此大体量的钢横两杆件 此前全国甚至全世界也没有先例 它是我们国内目前最大的扣挂体系 工具用锁是2000吨 怒江特达桥专门组织了一个团队 负责斜拉扣挂系统的结构安全 它就是这个安全团队的负责人 护小利 整个大桥的斜拉扣挂系统 需要27道108树 4000多根钢脚线 这么多条钢锁 在外行人看来云里雾里 甚至有人形容比武侠小说里 没超风的头发还杂乱 但护小利必须把每一根钢锁的角度 烂熟于心 每个锁的这个角度都已经印在脑子里了 天天都在计算这些东西 天天都在算 天天都在研究 保证这个结构的安全 由于大桥在拼接工程中 完全处于悬空状态 唯一能够提供辅助 使大桥保持平衡的 就是这套斜拉扣挂系统 因此这108树钢锁 如同一般08位好汉 每个人都要找到精准的位置与角度 保持平衡 任何一束钢锁发生角度的偏差 都会给大桥带来致命的伤害 护小利至今还清晰地记得 8个月前那个惊险的伤 在安装到第11号所的某物纵粮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这个运力钢线 和我们的这个蓝锁雕塔架的立柱 这存在一个冲突 但是在我们模拟的时候 一直没有减算出来 我给我的徒弟打电话 我说你去检查 顾小利发现 原本建好的27个毛骨纵粮点中 11号点位有被折挡的可能 突发状况 让现场所有人紧张了起来 我站到这个位置 再从这个点去望那个点 望不到 这个当时拍了两张 一个是望了洞里的 一个是在洞后边望 很绝望的 因为这个穿不过来 如果我们硬穿 就会干扰我们蓝口雕的塔架 在第二张过程中 我们的塔架本身就是动的 它有可能把我们的杠线拉折 这一次的毛锁断了 那一侧 那一侧那么大的悬壁状态 有可能会把我们的扣塔拉倒 然后我们的拱圈会掉到江里去 这个桥就是失败的 我们之前做的所有的努力 就前功尽弃了 显然 由于被遮挡 钢脚线无法按原计划 穿过11号点位 当时护角力面临两个选择 如果按原计划硬穿 钢脚线需要躲避遮挡物 产生不必要折角 而在提拉过程中 更可能与遮蔽物产生摩擦 使钢脚线断裂 那将影响整座大桥的稳固 护小力当即立断 决定放弃原有的11号钢索底 建立新点位 但这需要全部推倒重来 改变后面所有钢索的角度 顾小力拖着沉重的步伐 回到办公室 开始了长达十几个小时的重新计算 把后边所有的毛骨重量的位置 全部调整 包括这些角度位置 进行再进行一遍验算 从上午的11点多回去 我就一直没有出办公室 一直验算到晚上的三点钟 才结束 那会儿我的心才落下来 如今 扣他上原来11号毛骨重量的位置 还空在那里 这次有惊无险的调整 又让顾小力在他借桥的经验中 牵上了丰富的毅力 我对这个桥是相当有感情了 从小就有个梦想 我要当总工 果然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也是报考的这个专业 从事了这个行业 现在离我的目标很近很近了 已经很近很近了 今天下午我们主要配合 给欧姆他们拆除钢脚线 吊上的时候风比较大 大伙都要多注意观察 按照刚才的安排 好 出发 这是礼宾节每天上班的路 从桥下到拱桥和龙点的安全通道 单程1500节台阶 几乎全部都是直上直下 记者跟着爬一次 爬到半节就已经双腿发抖 然而这样的路 礼宾节每天至少要往返两次 每天爬这个楼梯 就像爬一座山一样 然后爬到顶上的时候 就感觉特别有成就感 礼宾节是鹿江特大桥上的吊装高手 他带领的蓝锁吊装队 不仅心灵手巧 最关键的是不能恐高 这座飞驾在鹿江峡谷之上的钢铁彩虹 总共有922根不同规格的钢结构部件 全部都有礼宾节他们一根根吊起 作为队长 礼宾节总会站在大桥的最高点 指挥全程吊装 这里就是拱桥的最高处 距离桥下的鹿江江面230米 这样的高度可以建起一座80层的高楼 每个钢构件都重达上百吨 对于礼宾节来说 指挥起重机把这些大家伙高空吊装并不是难事 最难的是如何让这些大家伙 在高空中实现毫米级的精度对接 我们以前见过桥渔贵 那个蓝盘江特大桥 还有西西河特大桥 也经过还东川的 然后这个地方是最难的 像以前都是汉节 所谓汉节 就是说稍微一点偏差的话 它可以用补汉的 然后现在这个他们都是酸节的 要是说差一毫米 他们在罗山都打不上的 就要求达到 精度达到飞号 吊起一个大型钢构件 最多的时候需要四个调钩 室内室外七八人共同配合 任何一个人毫秒级的反应误差 都会带来可怕的后果 为此礼宾节他们原创了一套 66具指挥口令 在千百次精准配合下 完成了这个令人惊叹的拼装工作 922个杆件 总共2万多堆 反正靠我们这个蓝锁调 一节一节的拼上来的 当河龙那一刻 我们感觉所有的辛苦 还是很值得的 站在河龙那个位置 感觉还是特别自豪 站在拱桥的最高处 记者都不敢向下俯视江面 可李宾杰和他的团队 需要整天都在这样的拱桥上工作 三个月前 为了大桥顺利河龙 他们甚至三天三夜都没下过桥 在角落里 我们还发现了几件军大衣 我们喝冷的时候 那时候正好是天气冷的时候 我们晚上瞌睡了 然后去打一 就在这打个嘴 坐这个墙角上 打个嘴就可以了 很辛苦啊 我记得我当时穿了六件衣服 然后穿了两件外套 然后再加一件军大衣 然后就刷在后面 那个老乡的下面 还是感觉比较爽的那种 刚毕业嘛 然后就赶上这么好的一个项目 累累一点 很快 在那个感觉下旋的 就是斜腹杆的下边 就在那蹲着了 当时我把那个底下铺的墙都是直壳的 把那个筋大衣盖的感觉挺好的 突然之间一下冒出这么大个桥 还是经过自己的时候 把它一步一步测出来的 确实还是很自豪的一件事情 2018年12月10日 陆江特打桥 经过14个月的拱桥调光 16个河隆点 全部顺利河隆 就在我现在这个位置 感觉起了一刹那 心里是非常紧张的 感觉是在大概这个位置 然后就一旦达到河隆位置 马上降落进行对位 整个14个月过程中 我们都是达到我们尊重的 这个理想的河隆状态 在陆江特打铁路桥的采访中 我们的记者感叹的是 突破巨大挑战 让天欠变通途的 是一群平均年龄25岁的年轻人 尤其是工程部里 有两个90后起到了重要作用 他们俩帮助拱桥施工 节约了78天的工期 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李一环和王家 都是桥梁工程专业 刚毕业一年多的大学生 今天两人吃过早饭后 早早就来到了办公室 这里是陆江特打桥的 并建筑信息模型部 之前只有他们两个人 今天终于又来了一个新伙伴 拿着航拍用的小飞机 三个人出发了 连上的吗 对 它有画面了 它有画面了 说明现在已经和这个飞机 是就是连上了 GPS准备完毕 现在可以起飞了 对 现在就可以了 其实新同事张鹏 比李一环和王家还大一岁 但在并这个全新的领域 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生 你看啊 现在我们假设我们要拍这个桥 记录你那个就是 你要拍摄的那个旧位位置之后 然后你的油门速度就要用得特别低了 就不要超过两米美版 那个速度差不多 以往建大桥新画图纸 大家拿着图纸再去施工 可如今 在陆江特大桥 图纸已经不是施工的必需品 我们看到的是无人机 地形扫描 三维动画 这套BIM系统 已经和传统的桥梁建造方式 有着天壤之别 这个电脑里的BIM系统 就能提前模拟整个的桥梁建造过程 避免施工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 以前呢 父辈他们建桥 就是尖挑水扛的 我们现在 就是高科技 这个算是 算是一个传统行业里边的一个新兴事物 好人他不知道这个东西 也不理解 因为第一次依赖BIM系统建桥 开始工程队里的人们还将信将疑 两个90后拿个电脑 难道能比得上大家几十年的建桥经验吗 这是陆江特大桥主拱的钢横梁 钢横梁杆件拼接到一起 犹如一个大写字母K 当初工程部计划将字母K的三根杆件 一根根吊起 然后在空中进行拼接 然而李一环他们 却提出了反对意见 因为通过BIM系统 发现了其中的大问题 应该是这个 我们在模型过程实际上 我们软件发现 这根杆和这根杆 它会存在一个碰撞 一个是掉不进去 二个如果我们就是掉进去的话 也因为发生碰撞 因为有风险 它是一个比较大的风险源 为了避免风险 他们提出了全新的拼装方案 我们提前在地面装好 再给它吊上去 这样后面发现 它是可行的 并且因为它这个 在地面上提前拼装好以后 它免去了在上面 一个对位的一个过程的 一个实际上的困难 节约78天的东西 这个直接就见效益了 从最开始 我们是一个 大家都不理解的一个工作 到后面 现在都离不开我们 现在 每次进行新的安装 工程队的人们 都会提前来找李一环和王家 让他们提前在 BIM系统模拟安装过程 来 兄弟们 都端起来吧 咱们发现新加入 咱们的装房 新同事 就发现他加入 咱们这个当日的大集体 咱们一起 来 干一个 每一次有这样的聚会 就是又有新同伴加入了 这里是大山里 仅有的一家餐厅 年轻人把这里 细称为江边雅座 陆江特大桥的工程师们 平均年龄只有25岁 这些充满朝气的年轻人 正在成为中国桥梁建设的 骨干力量 虽然这里远离都市 他们每天面对的 只是滔滔江水 但当看到彩虹桥 在悬崖峭壁间 飞降而起的时候 他们感觉 自己又离梦想 更近了一步 距离陆江特大桥的竣工 还有一年多的时间 由于两岸都是悬崖 陆江特大桥上 正在规划建车站 这也是第一次 在铁路桥上建车站 建在什么地方 最方便绿科上下 怎么建更安全便捷 他们接下来 还要迎接更多的挑战 除了大瑞铁路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还陆续有27个新的 高铁项目开工建设 计划投资超过1万亿元 其中有17个高铁项目 都在中西部地区 希望通过高铁 来激发沿线经济潜力 实现中西部地区脱贫目标 此外 高铁带动的是 整个轨道交通装备产业的发展 从整车到零部件 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而且由于高铁对于质量安全等方面 要求严苛 还带动了钢铁新材料等技术升级和设备改造 从而推动整个制造业的进步 好了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节目 就是这些内容 如果您还想关注更多的信息 就请下载我们央视财经客户端 谢谢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